晚上八点,中国女兰决战日本 四百斤双塔发威,四夺冠军为国庆献领 大家好,我是三峰说球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亚洲杯,聊一下中国女兰 十月二日进行的两场女兰亚洲杯半决赛 中国女兰轻松击败了韩国女兰,打入了亚洲杯的决赛 稍晚一些进行的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另一场半决赛 日本女兰和澳大利亚竞争是非常激烈 最终日本女兰以两分写胜了澳大利亚女兰 艰难的闯入了亚洲杯决赛 纵观这一届亚洲杯,其中中国女兰小组赛的分组并不妙 女兰姑娘们和澳大利亚女兰,菲律宾女兰和中国台北女兰分别到了B组 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实力都比较弱 但澳大利亚女兰却是个硬查 因此争夺小组投名,中国女兰必须将澳大利亚拿下 中国女兰实力超群 他们先后大比分击败了菲律宾女兰和中国台北女兰 小组在最后一场也顺利拿下了澳大利亚 这样一来,澳大利亚就成了小组第二 这支现役世界第三的队伍被中国女兰深深拉下马 中国女兰半决赛对阵韩国女兰 这场比赛第一节结束后基本就失去了悬念 球运们心中最大的悬念就是 中国女兰到底能够赢韩国女兰多少分 最终中国女兰24分大胜韩国女兰 这还是许立民知道第四节全部换上年轻球员后 被对方追了一些分的情况下 亚洲杯四场比赛 中国女兰净胜207分 场军净胜51.75分 刷新了中国女兰亚洲杯场军净胜分的记录 日本女兰这边其实在亚洲杯分赌上有很大的优势 他们和韩国新西兰以及印度分到了A组 这一组中除了韩国能够给日本女兰制造一些威胁以外 其他球队实力都很弱 但日本女兰和韩国女兰的比赛直到最后一刻才逆转取胜 半决赛和澳大利亚的比拼也非常艰苦 同样是在最后一刻成功防守住了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攻 才保住了胜利 整个亚洲杯四场比赛中除了对阵印度的比赛 日本女兰狂输了对手以外 其他三场比赛赢的都不算太轻松 打进亚洲杯决赛可以说是相当的惊险 日本女兰近些年在亚洲杯呈现了统治的局面 中国女兰最后一次拿到亚洲杯冠军 还是在2011年的时间 靠着苗栗杰和陈兰的发挥拿到了冠军 距今已经有十年之久 而日本女兰从2013年后就垄断了亚洲杯冠军 他们连续四届捧杯 但如今在亚洲中国女兰已经重新崛起 内线有李月如 韩旭 他们这两个四百斤的双塔搭档 外线还有王思宇 杨立维 李源等猛将 封线上有黄思敬 张如 以及潘真奇等人镇守 中国女兰可以排出两套阵容进行撤轮战 这一点在亚洲没有第二支球队可以做到 日本女兰平均身高只有1米77 中国女兰则达到了1米86 而日本女兰刚刚和澳大利亚进行了苦战 体能上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需要警惕的是 日本女兰外线三分非常的准 而且拼抢非常积极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认输 如今中国女兰气势正胜 对时隔十年再拿亚洲杯冠军非常有信心 日本女兰实力也非常强大 他们的三分球拼抢都让很多球队非常的不适应 不过中国女兰无论是体能还是整体实力都有一定的优势 今天晚上八点开打的亚洲杯决赛 注定是新老爸主的权力交接 恰巧现在正是国庆节期间 中国女兰一定会用冠军为祖国献上一份大礼 亚洲杯决赛 CCTV5将会全程直播 球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好 今天咱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三分的给三分点一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